大家好,還有張老師 今天真的很高興有一個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從一個機電性的角度 那麼怎麼去參與這個海洋能源的這麼一個研究 尤其我們今天會特別去集中在講說 那個渦輪Turbine跟這個Bump POP這兩個部分的一些元件 當然在開始之前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楊龍傑 我現在服務在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事實上也就是以前的機械系 那麼我本來的專業其實是在大學的時候是航太工程 是搞飛機了 那到了研究所的時候呢 那我轉去做比較小的東西 我們做微機電啊 做那個MAS 這個Micro-Incentral Mechanical Systems 微機電的小東西 那這幾年呢 慢慢開始對系統比較有興趣 對一些系統的研究會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最近也做了一些鋪役機 就是像仿造模仿鳥類 可以攀譯的飛行的那種飛行機器人啊 所以其實做的蠻雜的 那最近呢 因為這幾年 真的很高興就是 海洋大學要請我們 大量大學參與整個海洋能源的 國家學的這個人才學育的計畫 所以我們也很榮幸可以參與這樣的整個人才學育的計畫 同時呢 就是也學習啊 也學習一些新的東西啊 所以 因為我本身這個人是比較 說難聽的就是比較 這個客變實斑 我的興趣常常在趕來趕去 所以 所以 以前是搞飛機的 那麼後來搞小東西微機電 現在又 也搞一點小的飛行器 那麼現在也 有機會再參與這個海洋能源的計畫等等 我覺得 都很新鮮 那我記得 前幾天吧 台積電的那個 那個董事長張周某講說啊 這個 現在的年輕人啊 呃 所要的事情 就是要在大學裡頭 要趕快培養一些 呃 一些謀生的技能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則消息啊 有吧 啊 謀生的技能 那當然 其實它重點不是只是謀生的技能啊 這只是一個 開始而已啦 只是一個開始 就如同說 我們在機電機械系 或機電系的同學啊 你在大學的時候呢 我相信你在大學四年學的 應該還不夠用 還不夠用 還不足以說直接到產業界裡面去服務了 還是有些欠缺啊 不過至少 你能夠學到有一些基本的觀念 跟一些基本的專業素養啊 這個是別的科系啊 舉個例子 電機電子電子電子系 或電機系的同學 他們永遠都很沒有辦法學過來的一些技術門檻 你可以先學到啊 像今天我們稍後會講到的這個Bump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Turbine 這個東西 我們至少要到的第一步就是 人家追不過來 電子產業的一些人追不過來 讓我們機械系的同學 卻以後有機會可以去學一些 微電子啊 半導體啊等等 把它追過去啊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甚至還可以 呃 這個 呃 這個怎麼講 併架齊驅甚至操併啊 所以 我想張東儒可能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我們先有一個基本的 一個謀生進來之後 再去想辦法 未來慢慢的終生學習 啊 終生學習 所以像我自己就很喜歡學新東西啊 雖然說已經都已經 呃 在學校已經不如十幾年了啊 可是我還是覺得有新東西 我就很愛看 很愛參與啊 那像這個 我在已過一年來參與 我們海洋 這個海洋能源的人才培育的 這樣的計畫呢 就是我學很多啊 那像這張投影片啊 這張投影片呢 呃 叫做A Smart Green 把智慧型電網 看來是智慧型電網 好像是這個電力的一些智慧型的 互相的輸送 跟互相服務的一些 讓他效率更高的一些 呃 整個一個 呃 運用的一種願景 可是事實上 我們在裡頭可以看到啊 就是有很多很多 我畫圈圈起來的地方啊 像說波浪發電啊 啊 這個我們很強調在我們這個 海洋能源的這個部分 計畫裡面的波浪發電 它還有像 迪漢峰呢 峰利的發電 雖然說 迪漢峰利不是我們這個 呃 人才飛計畫裡面的一個重點 不過 因為他是離岸啊 所以他跟海洋還是有關係的啊 呃 所以離岸方 風力發電也是一個 那另外還有像是 海洋溫差發電啊 那另外還有很多的 這部分是路散的啦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這個水利發電等等啊 那這幾個圈圈 我圈起來意思就是說 會有各種不一樣的這種 再生能源的這種 呃 產生電力的方式呢 會 未來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啊 那麼 未來可能台電呢 他也必須 他也會慢慢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 當河門電廠發電 河門發電已經 不是唯一的選項的時候 他就必須去想到很多的 再生能源的部分 也把它加進來 補充一些電力不足的所在啊 而且也會這個 節能減碳等等 可以提供一些貢獻啊 因此 所以我們把它看起來 看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會發覺其實 呃 呃 這個這個vision是很好啊 就有這樣的願景 對台灣 一個缺乏石油 缺乏很多天然資源的 這麼一個地方來講 其實再生能源 如果我們可以有一部分的一個 產值在裡頭 其實是對台灣來講 可產可酒是非常好的 那 那 那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問題啊 有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 其實有個觀念可以先跟大家 先慢慢預報一下 也許 後續的很多週次 很多老師還陸續跟大家來分享啊 就是說 呃 你一個再生能源的這種 有點像 靠天吃飯這樣子的一個 呃 能源產生的方式啊 呃 其實跟我們 呃 當地啊 的這個 呃 這個天 呃 我們講說他的這個地底條件 或者氣候等等都很有關係的啊 都很有關係 那 舉個例子 就有人講說 哇 你如果能夠 如果你要去呃 在台灣啊 啊 不管你是在東北角 或者是在呃 離島啊 或者是在呃 呃 什麼張張兵工業園區 海邊那邊 我們蓋了一些 呃 離島的風力發電啊 啊 那麼或者是在我們這邊東北角這邊 以為人如果蓋了波浪發電的一個基礎嗎 那 有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呃 冬天發電量比較大 那 夏天的發電量可能比較小 啊 因為夏天天氣比較好啊 啊 那冬天的天氣比較惡劣 那惡劣反而是容易讓這個 比陽風力或者是波浪啊 新風作浪啊 那麼會特別厲害 發電量特別強 那可是問題是在冬天呢 冬天的時候我們的電力需求 沒那麼高 對不對 沒那麼高 所以就變成是說你發出來的電 那那那何去何從 就是多出來的好像也沒用啊 那相反來講 反而夏天的時候 我們電力需求很大 那這些戰生能源反而 該發電的時候發不出來 或發電量很少 啊 所以 所以會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會出來啊 所以 因此在small green裡面呢 事實上還要有一些儲能啊 有一些這個 Energy storage 啊 這種儲能的這種角色在裡頭 所以這邊右下角有一個 有畫一個圈圈 就是產氫 加氫 等等 產氫 為什麼叫產氫呢 為什麼要把這Hydrogen把它給Generation出來啊 就是說 這就是因應剛才講的那個問題 啊 剛才講那個問題 啊 你如果這個電量太多了 發電量太多 那多出來 沒有再沒有用 也是浪費掉啊 那很可惜 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它存起來 我們把它存起來 啊 那那存起來怎麼存呢 啊 以前有人講 用什麼超導的 那種線圈啊 那去去 去儲存大量的電影等等 不過 因為超導的那個東西還是 超導體的東西 還不夠實用化 還沒有商業化啊 那 現在最比較 KIDO的東西呢 是 啊 輕 藍藥電池 這個方式啊 這個方式如果說 未來有機會成功的話 它會提供我們一種儲存的 一種很好的一種方式 冬天 產電特別多 就把它存起來 啊 用這個輕的方式把它儲存起來 那到夏天 我們不夠的時候 再把它拿來怎麼樣 再去燒啊 怎麼燒 用燃料電池來燒 啊 這個沒有沒有火花 沒有也不會這個這個 也不會多一些碳的這個釋放等等 都沒有啊 沒有這個碳的問題 啊 沒有這個溫室的問題等等啊 啊 所以這個 所以看到這什麼 所以就會 有時候會讓我們覺得蠻雀略 就是如果說 呃 這樣的一個呃 vision可以呃 實現的話呢 呃 呃 其實 我我們後面會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啊 很多事情可以做 呃 台灣其實不應該只是 呃 讓我們的產業只是 Focus在 非常多少數的這種電子產業啦 啊 半導力產業啦 啊 或者是面板產業等等啊 我們應該 呃 把我們的心胸看闊 呃 心胸開闊啊 那尤其我們機械系跟機械系同學 我覺得呢 這個再生能源對我們來講實在是太好了 欸 為什麼太好了 因為這個 因為他給我們一個新的機會啊 新的機會 我這邊就是寫了幾句話 這個 呃 當我們這個再生能源啊 漸漸成為顯學的時候 這個我發覺傳統機械就怎麼樣 可能要重新抬頭啊 欸 當這個再生能源成為顯學 這個我們傳統機械要重新抬頭 欸 那麼我記得以前我那時候在念 呃 博士班的時候 欸 我本來是 念航派的 啊 那為什麼要去轉去做微跡電呢 啊 為什麼要去學點半導體呢 說實在的那個也是啊 魅於情勢啊 那時候啊 台灣就是半導體啊 電子產業 欣欣向榮啊 欣欣向榮啊 啊 電子電機的這個同學們 老師們固然這個忙都不肯開交 不在馬下啊 那事實上像機械系的同學 也幾乎都轉到電子產業去 大家沒有學一點半導體 好像就是趕上時髦 好像不夠時髦 不夠這個high tech 啊 那可是事實上 如果我們今天講 再生能源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覺得 傳統機械的部分 我們可以 呃 重新怎麼樣 這個 重新可以這個這個 抬頭挺胸起來 啊 抬頭挺胸起來 那在這個再生能源的 很多很多 剛才提到的一些 再生能源的方式呢 那麼其中裡頭像太陽光電 啊 太陽光電固 固然它跟這個所謂的 固態電子的部分的產業 啊 比較相關 啊 啊 這個很多太陽光電的部分 還是會用到 斯里肯啊 這個阿摩克斯里肯也好 或是用 你的 啊 真的 你知道 跟這個固態的這個半導體的電子 產業還是有一些相關 啊 不過 這個太陽光電的部分啊 光是這個部分 因為它本身 在應用的階段 我覺得它還是 它還是會有些熱傳的問題 啊 舉個例子 如果你去曬啊 這個 我們這個太陽光電是要把光 啊 把它轉成電 可是呢 在轉換的過程呢 我們不可惡言 太陽能板 它可能會怎麼樣 會被曬 曬得很燙 非常的燙 那這個溫度一高來上來之後呢 可能會怎麼樣 會你的這個光電的這個轉換效率 可能就會有影響啊 啊 所以是不是在這個 太陽能板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多一些熱傳的考量 讓它在曬太陽的時候呢 一面發電 卻呢 怎麼樣 卻不會發燙 啊 那它這個溫度可以控制在某一個範圍裡頭 那像這個就是一個熱傳的專業了 那是機械系裡面 熱傳的專業要進來 啊 如果你設計的好 你可能 哎 你的太陽能板就比人家性能優越 啊 關鍵的轉換的效率就比別人高 啊 所以這個 所以雖然是太陽光電 一開始是跟固態電子有關的 可是事實上跟熱傳也很有關 啊 那另外我一個觀察是 通常我們會把電力電子都把它混為一台 我們認為都是電機系的專業啊 可是事實上我們必須了解 在台灣的電機系裡頭 我覺得搞電力的很少 大部分的搞電子 尤其是搞微電子 真正純粹搞電力的 真的不多 啊 這種power transmission 啊 我們講的電力的傳輸 啊 大電力我們講 就是那種大瓦數的 那個 多少Gigawatt 啊 多少Gigawatt的電力 這樣的傳輸啊 輸送儲存啊 等等 哎 這個 這個學的人不多 啊 學的人不多 那這邊有一個 information 可以提供給大家 大家知道 台電 台電是台灣一個很大的公司 對不對 這個電呢 坦由他的這個壟斷啊 那台電呢 他們自己私底下講 未來五年內啊 他們裡頭人啊 要打換學 其實今年台電就開始在招募人員啊 一招就是五百多人啊 五百多人 那有人當然會笑說 啊 找這些人去都是幹嘛 都是 基層員工 搞不好還要去爬電線桿兒 還要去拉電來 哎 好辛苦啊 可是這個 基層的地點總不需要嗎 大家想 大家知道台電的福利其實很好啊 啊 所以我相信這個 他招募不敗人 一定會有一萬人去考的 哎 哎 這個非常熱門啊 而且不只是只有今年而已 未來五年 陸陸續續 他一直在換學 啊 一直在換學啊 所以大家很有機會啊 各位同學 我們在工學院的同學 而且台電他不是只要電機系的人喔 他 他更需要很多材料 那是如果文字裡我們電機械系 基電系的同學 更需要 更需要 所以大家很有機會啊 不是台機電 是台電啊 台電啊 OK 所以這個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去注意這個事情 注意這個事情的發展 好 那麼如果說大家這個 在大學的時候 甚至在研究所的時候呢 我們呃 能源這件事情啊 這個專業 我們可以多一些了解 那未來可以有機會 投入到這些能源的產業 甚至像台電 這樣單位的時候呢 我覺得呃 呃 大家是有一些優勢啊 我們就會有些優勢出來啊 那對大家的就業也好 對什麼國家的這種啊 科技人才的布局 這都是很好事啊 所以在這邊把這個 information 可以跟大家這個做個交通 做個這個 做傳遞啊 大家可以注意這個事情 其實還不是台電 還有很多公交單位 各位注意一下 慢慢都在換學啊 很多很多人一直在 有人要退休啊 慢慢會補一些新人上去啊 那這幾幾年 尤其會變得越來越厲害了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這些訊息啊 好 那這是我另外一個觀察啊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也都是這種傳統機械 同心抬頭是一個觀念的啊 那 那再來我們看 像說風力發電啊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是戰車能源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技術啊 那麼 就呃 現在台灣有很多很多小型的風力發電機 都已經在發展 甚至在伴授啊 還有一些這個所謂的標榜 它是智慧型住宅啊 啊 這種都在在賣這些房子的時候 他都宣稱我的樓頂就有風車 哎 就有風力發電機 非常的玩吧 啊 那麼仔細一看 哎 他們這些小風力發電機 都是垂直垂直軸式的 我這邊沒有特別畫出來啊 那大家一般看到像風扇一樣 那是水瓶軸嗎 水瓶軸式的一個設計啊 那台電你各位去看 有在大電廠附近旁邊的 海邊那個很大的風力發電機 那是水瓶軸的啊 那我們講垂直軸的話 垂直軸是另外一種 就是它不需要去對方向 它各種風向過來 它會旋轉的那一種 那一種 各位如果有興趣看的話 最近就是在我們沙倫這邊 淡水西施陣啊 其實是一路那邊就有些大樓 他們就是用這種這個垂直軸 那這個垂直軸的風力發電機 已經在運轉了 可是它也有很大的問題 有隱藏很大的問題 請說啦 什麼問題 軸承常常壞掉 軸承 它的軸承 它雖然說不用去對方向啊 它各種方向的風都可以拿到旋轉啊 可是呢 它這個軸轉久之後 都開始會跳烏拉圈 像烏拉圈一樣這樣 怎麼會做挖棒的motion 那個軸開始快掉了 這是垂直軸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部分就是需要 機械系的人去幫忙解決啊 我們不能說隨便只找一個bearing 就把它撞上去 就給它撞起來了 撞了兩年搞不好就掉下來了 所以這個是實際上的問題 所以也就是說風力發電 你看看好像已經在用了 可是它的設計其實還沒有到達 我們講的 the state of art 這都沒有辦法做到 好像就是說 設計到很驚訝的地步 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它還有很多issue是要去解決 而且像說它的那個風扇的散業 用什麼材質來做呢 很多人用塑膠的材料 射出成型去做等等 其實這個問題都很大啊 搞不好賺幾年 那個像飛鏢一樣都射出來 會斷了會斷掉 所以這個問題很多 所以這個部分都是需要 我們同學們也會慢慢去投入的 另外像是波浪發電 流浪發電當然這個在我們這個 尊財培育計畫裡面是重頭戲 這個我們陸陸續續還有很多老師 專業啊 那個老師呢 在講這些課題 那這個也都是跟這種傳統機械的一些 宿命啊 這非常相關 非常相關 那另外有兩個idea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呃我這邊講好藏品先留給自己用 這個觀念就是跟大家先交通一下 為什麼講這樣子好藏品 什麼是好藏品 就是再生人員的藏品啊 再生人員的藏品要留給自己 台灣以前啊 這個藏廠是怎樣 外銷阻擋 對不對 我們做出的IC 做出的這個notebook 你就往外賣 最好都往外賣 賺取外匯 福國利民 真的福國利民啊 好像也會盡然對不對 垃圾留給自己 好東西留給美兒 賺了一點外匯 有一些風車找到 一貶值 美金一貶值 那我們就 所以問題就是說 我們有些好產品 其實要留給自己 像再生人員的產品就是好東西 就是好東西 各位曉得西班牙發展那個什麼 風力發電啊 太陽光電 他們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那他們也輸出很多很多的這個產品出來 太陽板 風車等等都輸出 可是事實上 他們先把自己國家裡頭建設起來 先用 他們自己先用 而且大量的用 大量的用在用的過程裡頭去改善 去改進去改良 所以 所以用這個方式 就把好東西留在自己頭 先開始用這個 再生能源 自己先用 用好了 有 有多的再賣出去 再賣出去 那 像我們現在的太陽光電的這種 我覺得這種 經營策略就不對 像我們太陽光電版的那個 大家知道 太陽光電版現在價錢很差 其差無比啊 可是我們還是以為再生產 對不對 那當然有些部分已經外移到大陸去了 可是事實上還在很多部分還在生產 那生產太陽光電版 你說是不是需要 需不需要 很多的水啊 很多的電啊 很多的材料啊 而且產生很多的廢棄物啊 這個留在哪裡 都留在生產的那個國家裡頭 那如果這個生產的國家本身 他有沒有去採用這些 再生能源的這些 發電的工具來 來回配給自己 結果只賣 清一色賣給人家 而且是用很低的價錢賣給人家 那對這個生產這種 再生能源這個 這個產業的這個國家來講 其實是很不划算 我個人的表情就是很不划算 我們今天可以稍微少賺一點錢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 好東西 留在我們自己國內來使用 好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散算的東西 好 而且你應該去想辦法去 那這個策略啊 就是你的銷售策略 應該想辦法 賣到的地步是缺貨 缺貨 我們因為我們自己大量先用 所以缺貨 缺貨之後 人家用比較高的價錢買過去 那形成價差 我所謂形成價差的意思就是 我們國內自己用 還低還便宜一點 那國外你要買不好意思啊 因為數量很多 所以請用比較高的價錢來跟我買 這樣策略才是對的 這種策略一則對我們是謀符 那二則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潤 所以應該朝這個方向去做一個經營 可能會比較好 對長久來講是比較OK的 好 就是這些觀念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最好就是說我們還需要一些跨領域的系統整合 雖然說是傳統機械 可是這個 戰隊能源的這很多的產品 像今天我們要講的渦輪啊 或者是泡的啦 或是他相關的這個流氧能 跟這個 這個波濫能的一些轉換器的應用 其實它是需要 好